欢迎收看今天的报纸继续 湾区700万名居民居家防疫隔离进入第42天了 希望您一切安好 夏天到的时候 新冠病毒就会因为高温而消失吗 答案是不会的 最新研究发现 即使暴露在140度的高温环境当中 新冠肺炎病毒仍然会继续复制 要杀死病毒必须要在超过197.6度的高温下 时间要至少持续15分钟才能做到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 连高居不下的湾区房屋市场也冻结了 居家防疫隔离 大家都不愿意出门看房子 房子卖不掉买家加价抢房子的盛况不在 现在买家反而纷纷杀价 就以东湾为例 疫情爆发之前 买家通常会加价2万到5万美元 甚至还有人加价十几万美元 但是现在房市冷冷清清 买家开始杀价 杀个3万到5万美元的买家大有人在 就连新房开发商为了促销 也主动降价5万到7万美元 东湾的Plecenton 今年3月的房屋交易量只有62栋 比正常时期的重交量凑减了一半 挂牌上市的代售屋只有62间 只有过去正常数量的一半 湾区好不容易冷下来的房市 让来自中国的买家见烈欣喜 中国经济也遭到疫情冲击 大量衰退 中国买家转而放眼海外投资 中国的买家成为湾区房地产经纪人的救星 不过他们也只能弥补湾区房市的一点点损失 无法改变湾区房地产的疲软走势 疫情虽然迟早会过去 但是等疫情过去之后 美国经济还需要一段恢复期 一般投资人会因为担心风险 而变得小心谨慎保守 所以有可能要等到今年年底 美国的经济才会趋于正常化 近期美国的房地产前景并不乐观 新闻最后轻松一下 带您来看看居家隔离期间 照常透过网路举行的大卫网比赛 八名选手在自己的家里同步上网参加比赛 两名湾区的选手都来自San Jose 比赛才淘汰制 赢家可以获得五千美元奖金 感谢收看 下次见